隔一关家共这篇房地塞在前十一月底接到民众通报 在爆主席里发现有一只房弹钓的青梅泡萌生 家共所观感觉是喜欢的是民众鞋动马车 打开它在端着车的时候 又因为青梅一直临识是很可憐 去年底本所接获民众通报 有一只眼瞎的白色薄眉狗遭到弃养 本所同人救援回来之后发现 该只白色薄眉狗乃因为严重的白内障而眼瞒 牙齿也只剩两只 仅能进食留食食物 经本所全力调查 发现弃养者 哪为本县一家合法的犬只繁殖场 按经本所含请当事者提出说明 他表示因为犬只太吵 不忍心割除其身带而选择弃养 这是他第一次的弃养行为 然而本所人医动物保护法 以及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 予以开罚三万 并予以撤销期许可证 场内所有犬只 限期绝育 如果能未改善 将依法严惩 这只能等着铺麦犬 身体虚弱 在此营养不良 严重白癌症 所以都看不见 经过核酬照顾后开放尽用 无情依旧爱心尽数来尽用 依动保护法规定 弃养可开罚三到十五万 经营特定宠物业者 如果没有办法继续释养动物者 亦应妥善处置 为者撤销期许可证 而且不得认养动物 在此呼吁民众 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 以免处罚 另外更不可以弃养 造成后续的流浪狗问题 各教授对照 发现这只狗 或是来做合法的狗 犯失状 早已经定期失望 因为资料不符合现实 已经以动物保护法 与特定供物业管理办法 窃证 并且开罚三万块 既然黄佩佳的观察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